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六种常见的水果看起来很甜 却适合糖尿病患者吃 中糖慢又营养,不懂得吃就可惜了 你怎么又吃西瓜啦? 西瓜这么甜,都说了不能吃,你怎么就是不听? 刚刚老伴又和老杨炒了起来 原来老杨患有糖尿病多年 这些年都在注意着控制血糖 但血糖水平却一直不怎么的理想 昨天晚上散步的时候 老杨看到了路边有卖西瓜的 看得红通通的西瓜 老刘心想着,西瓜马上就要下市了 再不吃就没有机会了 索性一咬牙买了半个西瓜 回到家后,老杨三下午除二 准备在老伴跳广场舞回来之前吃完 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 被老伴当场碰见了 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在现实的生活中,很多人也是这种想法 认为水果越甜含糖量就越高 就越容易生糖 并且这种想法是根深蒂固 深深地影响了很多人 甚至导致大家都不敢乱吃水果了 殊不知,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下面的内容可能会颠覆大家的认知 水果的甜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一,水果里的糖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区别 由于糖是甜的,这就导致了不少人觉得 越甜的水果含糖量就越多 不甜的水果含糖量相对就会较少 其实这种判断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用嘴巴是判断不出水果含糖量的 毕竟糖和糖之间并不一样 水果里的糖准确的来说不应该叫糖 而是叫碳水化合物 但是为了便于理解和阅读 所以我们后面还是用糖来形容 水果中的糖主要是分为果糖葡萄糖和蔗糖 这些糖化学结构不同 甜度也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以蔗糖为参照标准 果糖的甜度是蔗糖的1.7倍 葡萄糖的3倍还多 果糖的升糖指数较低 也就是说果糖最甜 这糖第二 葡萄糖排在最后 通俗点说就是几种水果 哪怕含糖量相同 只有含果糖最多的水果 吃起来才是最甜的 就以离止、杏和、牛糖这三种含糖 总量却在10%左右的水果为例 离止的果糖含量约为66% 所以正常的情况下 离止吃起来是最甜的 离止次次、杏排在最后 二、水果里除了糖还有这些 这时有人可能会说了 离止的果糖含量比杏高 为何我吃的离止比杏还酸 一点都不甜 这是因为水果中的糖的含量 以种类会影响水果的口感和甜味外 水果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 这些成分对水果的口感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比如苹果酸和柠檬酸就会让水果吃起来酸酸的 丹宁等多分物质会让水果有一股色味 因此有些水果哪怕吃起来不甜 却还是含有丰富的糖 上面我们说到的泥侯桃 这是一种典型的例子 水果的血糖指数与血糖负荷 一、血糖指数 简称GI 这其实是糖尿病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概念 一般用于衡量某个食物里的碳水化合物 提升血糖的速度和能力 大于等于70就是高血糖指数食物 这类食物在基物体内后不仅消化快 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也是很快 人在使用这类食物后 血糖会迅速的升高 56至69的是中血糖指数食物 小于等于55则是低血糖指数食物 这类食物和高血糖指数食物完全的相反 不仅消化慢 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也慢 所以血糖的升高慢 二、血糖负荷 血糖负荷简称GL 这个GL值就是指 生糖指数与含糖量结合在一起考量的 通过GL值来衡量吃进去的食物 引起的血糖变化 相对来说更有的参口价值 它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GL等于GI值乘以碳水化合物含量每克除以100 GL小于等于20就属于是高血糖负荷食物 对血糖影响明显 GL值在11至19是中血糖的负荷食物 GL小于等于10是低血糖负荷食物 对血糖影响不明显 因此某种食物就算是GI高 但是如果含糖量低 那么它对血糖的总体影响就不会很大 比如西瓜的GI值是72 属于典型的高血糖指数水果 可每100克西瓜的含糖量为5.5克 所以西瓜的GL值就是5.5乘以72除以100等于4 很明显属于低GL食物 只要按照每天推荐的摄入量去吃 就不用担心对血糖产生影响 这六种水果很甜 糖分却很低 糖尿病人照着吃血糖稳稳的 很多人都存在疑问 得了糖尿病之后还能吃水果吗 其实水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但是由于水果的糖分高 味道甜 很多人因为担心血糖升高而不敢吃水果 其实适量的吃水果 对于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也是有益处的 有些水果当中富含果胶和膳食纤维 能够延缓血糖的吸收 还有相关的研究发现 每周摄入1-4次和5次以上新鲜水果的糖尿病的患者 比从不吃水果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的更好 所以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的不错 就不需要忌口水果 下面六种GI和GL值都比较低的水果 很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离子 GI24 GL1.9 离子当中含有抗氧化抗炎成分 比如花青素 儿茶素 胡萝卜素等 有研究发现经常吃离子对于改善血脂指标 保护心血管健康也有一定的益处 而且离子的GI和GL值都很低 糖尿病患者加餐吃100克离子约4个 对血糖影响很小 不用担心会生血糖 樱桃 GI等于22 GL等于2.2 别看樱桃吃起来酸酸甜甜 但它的GI值才只有22 而且樱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1 糖尿病患者适量的吃樱桃 对健康有益 三 幼子 GI等于25 GL等于2.3 幼子全身上下都是宝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它的果肉当中含有胰岛素样成分 特别适合糖尿病患者使用 四 桃子 GI等于28 GL等于3.1 桃子也是属于低生糖指数的水果 不过桃子的品种不同 糖分和营养含量也不同 其中油桃的含糖量相对的更低 更适合糖尿病患者来食用 水蜜桃的糖分含量则会高一些 五 梨 GI等于38 GL等于3.7 梨的生糖指数为38 也是属于低GI的水果 糖尿病患者可以适量的食用 一般建议使用100克最佳 大约为半个离子 六 苹果 GI等于36 GL等于4.4 苹果含有的各能够提高 糖尿病患者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苹果酸也可以稳定血糖 预防和辅助治疗二型糖尿病 此外苹果中的维生素C也可以维持胰岛素的功能 调节机体的血糖水平 此外苹果中富含膳食纤维能够清除血中多余的蛋固醇 所以说糖尿病人吃苹果有一定的好处 一般来说水分含量越高的苹果含糖量就越低 糖尿病人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控制好分量 如果苹果的个头较大 可以每次吃二分之一 以免糖分之有过多 总的来说糖尿病人是完全可以吃水果的 只不过吃前要确定血糖值 由于个体的差异 有些人吃含糖量低的水果也会快速的升高血糖 因此还是建议糖尿病患者在饮食上 要咨询专业的营养师 同时在尝试吃水果之前 在前两个小时和后两个小时 加强自测的血糖 看看吃水果到底对自己的血糖有没有影响 通过几次的血糖监测对比 糖尿病人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水果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本期的视频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 最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